台大医院最新的声明有9成5的院内同仁完成了快筛还有PCR的裁剪 医护人员都是阴性 总院附近的儿童医院更有好消息 妇产客名施警中在脸书分享内部简讯 而医院区筛检结果良好放宽产检孕妇服务量能 周四晚间开始有产照的孕妇能安排入院和入院裁剪 不过状况较严重爆发院内感染的亚东医院 有行政人员抱怨 为什么台大能全院裁剪8000人 亚东却只有针对接触者裁剪 对此院方回应住院病患 陪病者和高风险医护昨天已经完成裁剪 其他同仁则会从今天开始三天执行1000例的PCR裁剪 高风险的单位的医疗照顾相关的同仁 比如说这些专责病房的工作同仁 在急诊的工作同仁 甚至在家务病房的工作同仁 我们也建议医疗院所对于这些同仁要定期的裁剪通报 原则上大概五到七天就做一次的裁剪 针对指挥中心的要求 马街医院有同仁抱怨 院方迟迟没有采取动作 而马街医院是发出声明强调 急诊室的同仁 今天就会开始裁剪 虽然马街目前没有员工或一般住院病人确诊 声明也提到 针对高风险单位医护已经安排每周筛检一次 也会调查是否有医护住在高风险地区 接下来也会安排裁剪 而北部大型医学中心 有手术室公有染疫的北荣表示 目前首波裁剪对象是全院住院病患 还有第一线照顾的医护 而没有院内疫情的星光也说 住院病人已经全数做S光 高风险病人PCR裁剪完毕 目前规定新入院病人都要做S光和PCR筛检 临床医护则是下周开始会做PCR裁剪 医院做好防护 不只是自我保护 也避免影响医疗量能 TVB圣众报道 请订阅 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要开启小铃铛哦 还有还有下载TVBS新闻手机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